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突然之間有三宗新聞 很值得和大家說 其中兩宗是和黑暴有關的 另外和黑暴沒有關的那宗 都是相當匪夷所思的 大家聽到都會說有沒有搞錯這類型的新聞 雖然剛才第一條片說了關於記協這個黑暴組織 但好事就接種而來 今天第一宗新聞會和大家討論 一個TG Channel 叫做Suck Channel的擁有人 今天就被判了 被判了六年半 等下就和大家看看相關的新聞 看看判得合不合理 第二宗新聞是關於鄭松泰 差不多半年沒有說過他 今天為什麼會說他呢 因為有大公報的新聞指出 有些黃絲被判了英國之後 發現不行了 還是要回來香港 回來香港的時候 鄭松泰乘機招生意 說你從英國回來香港 不如交給我幫你安排吧 幫得你安排 你猜真的手足免費嗎 中間肯定會濕腳趁機招生意 甚至黃人對鄭松泰的做法 都看不過眼 昨天叫做黃楊達出事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到鄭松泰 第三宗新聞和政治無關 不過是一件很誇張的事 有一個中學男性老師 在上課期間 看一些有很多炎 然後有潮濕的影片 而且他還不是自己一個 用手機看 他還要投射到課室的屏幕 所有學生一起看 原來他教的那間是女校 在一個女校、一個男教師 做這些行為 這些過分的事 一定要拿出來和大家說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預用10元支持一下我鄭仔 因為現在被人限流限得相當嚴重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集節目正式開始 先說第一宗關於Sug Channel被人判的事 26歲的電腦技術員 涉嫌在2019年至2020年期間 透過擔任Telegram頻道的Sug Channel 擁有人和管理員 發布大量訊息串謀和善惑他人 去火燒警察宿舍 還有他們最著名的非法阻礙機場 還有在中大一帶參加暴亂 經過審訊之後 裁定了七項串謀善惑他人犯罪 控罪成立的 在今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判決 法官在判刑時說 因為頻道發了很多貼文 叫人家搗路 用強水等 還有一些可言氣體 我猜應該是煤氣 說要怎樣弄警車 所以判了他六年零六個月 就著煽動他人 串謀叫他人去中火 那些官就說 Telegram頻道Sug Channel 是說當時有四間大學 中大、理大、Poly 還有一間不記得 不斷發文是說支援他們 對於一些 屬於國企 或者是有些背景 有些立場的商鋪 就是叫人家幫人家裝修 情節是相當嚴重的 所以量刑就一定是以六年為一個起點 其實這些事情 被判六年來說 就叫做撿倒 你這樣煽動人 還有什麼好說的 現在被判的那個人 只有二十六歲而已 說就說六年六個月 其實扣了那些五年多就出回來 即是你出回來的時候 還是可能三十一、三十二 到時再出來生活的話 總是有些辦法的 或者就是拿著光環 看看有沒有手足老闆 請人在裡面做一下 隨便一些位置 再不是的 又可以拿著自己 坐了那麼久的光環 看看那些什麼英國 美國、台灣 之後收不收留自己 不過可能五五六年之後 他們都不敢去台灣 因為到時台灣可能真真正正 回到我們中國懷抱也不頂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 六年其實算少了 因為你那些頻道 即是當時叫人做什麼做什麼 他們還要提供所有的教程 例如說擔心你不懂化學用品 就教你多少mule的東西 溝多少mule的東西 什麼時候又加熱 用什麼去裝 又說放什麼布條 還有最過分的是教人做路障 例如說一條帶 然後釘怎樣擺 殺在路上 讓警車自己失控 其實這件事真的很危險 警仔每天 即是神早新聞 都跟大家說不少交通意外 所以知道一旦車爆胎 還要說不是自然爆胎 是你惡意找些東西 去刺爆它的情況下 到時車肯定失控 失控了翻側之後 那些人會看到 嘩嘩嘩嘩 你覺得他們會不會妨礙救護車去救援呢 這肯定會的啦 所以再加上當時去塞機場的時候 我自己看新聞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即是完全是將香港醜到出國際 甚至乎就是因為這些塞機場的事件 所以令到當時很多的英美國國家 就跟他們的國民說 香港現在很危險 大家不要去 當時2019年還未有疫情 其實兩地的往來 一些外資都未打算撤離 就是這群人在機場玩東西 令到我們香港少了去賺取外匯的機會 還有這些教人出火魔 教人怎樣怎樣的 可能隨時馬安山的事件 都是那些人看到他們的指令 然後他們就去做 這些是誰知道的 還有 2019年的時候 但凡有正常人或警員落單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這些頻道作為一個領導者的角色 我自己會想 一個26歲的人 他承不承擔得起這麼重的責任呢? 還是說他都是收錢做事 或者是被人哄了? 所以他就負責去做局管理員 即是做keeper 但可能另外 自己就會再有另一部手機 或者其他程式 去收別人給他的資料 因為大家想想 一個26歲的人 是不是真的可以存職 然後就可以搜集到這麼多的資料 數據 像免費補習天皇那些補習資料 全部放在你面前 然後排版、圖畫得好 然後還要24小時 全天後 瘋狂地發送信息 究竟一個人是否真的可以做得好 還是說 這個人只不過是被人遺棄的白手套 他不幸運 他負責做keeper 然後被人抓到 然後所有人就離他而去 會不會是這樣呢? 我自己都會推測可能有這個可能性 但無論如何都好 那些到現在還在叫人做什麼行為的channel 其實都還有在 不過那些管理人員 已經離開了香港 令到他們去作惡 雖然井仔之前在神祖新聞說過 單純從一個技術層面上 你要去封鎖Telegram 是一件很難的事 但是 如果政府真的用一些專業的人才去做 都可能可以在不會命中附居的情況下 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當然不是去找陳奕希欺錢之流 不好意思 先兜一下 我不是說陳奕希欺錢 不過很多時候 星之子拿著政府資源所做出來的項目 是令到我對他的業務能力有所質疑 陳奕希欺不會騙錢的 不過他未必有能力可以寫到一些 協助政府封鎖Telegram的程式 還有一件事我覺得自己很可惜 不是自己很可惜 我是想說 當時塞機場的人 有很多鏡頭 有很多照片拍走他們 既然都拍了 可不可以在裏面捕多幾個呢 就不是只是捕 哪幾個曾經綁住過 來自中國官方媒體的記者之外 其他人是否都可以捕百多個進去 令到黃人他們害怕 不要說只要自己戴了口罩 黑衣黑褲 襪鏡 沒人知道 因為我始終覺得 你現在捕的人始終不算多 來來去去都是小貓那三四隻 最多是捕千多人 但人家以前一個活動 都說二十多萬人出來 所以捕十份一人 合共捕兩萬人 那些沒得救的年輕人進去坐 我覺得對香港是一件好事 第一 減少這些人對於香港資源的虛耗 還有就是 大家看到這些例子之後 大家便不會去做壞事 不過我自己上去連登看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相當趣味的現象 正常來說 這些such channel的頻道主 被人說是判監的時候 如果放在兩年前 即2020年的時候 連登一定群情洶湧 一定是討論幾個帽子 會爆帽子都不頂 但原來現在 是說這宗新聞出來之後 沒人討論的 甚至只有四五個冤灑在討論 這些已經完全證明到 手足齊上齊落 相當之好笑 反而就是現在的王人在關注什麼呢? 就是在關注政府的綠色債券 在頭一天居然沒有錢賺 甚至乎賬面要虧錢 大家明白嗎? 我不理你iBond也好 綠色債券也好 這些政府發行的嘛 如果你們這麼討厭政府 不想賺政府錢 不想賺政府利息 就算政府的綠色證券跌到負數 也不關你的事 我今天才去看才發現 原來這麼多連登仔 口裡說不 身體卻誠實 每個人討厭政府 又說不回地鐵 但當政府開始收緊綠油卡 盜絕獎者票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叫生叫死 現在政府綠色債券出來的時候 又說政府怎樣怎樣 這麼厲害的 你就不要賺政府錢 現在的王人 他們只關注自己的錢 就算那些錢是來自政府的 他們也不管了 叫他們廢兩聲 他們又是照廢 手足齊上齊下 現在你們有手足被判了六年 還這麼開心 又說談綠色債券 如果其他王人看下去 特別是因為自己理念 所以奉獻自己出去的那些 看到這些現象真的相當深寒 不過無論如何 其實他們19年做了這麼多的錯事 有很多人因為他們而賺少了很多錢 甚至乎淪落到破產的話 其實現在只捉了一個人 坐了六年 其實就不夠 很難令到對我們香港人有一個交代 還有特別多的Telegram 那些HOLA 那些管理人員 很多一早都飛去外國 想捉都沒得捉 這方面的確是一個遺憾和可惜 說到那些王人飛去外國 那些什麼 現在就和大家看看 這個趣味十足的鄭松泰小丑新聞 這篇新聞是來自文匯報的 他們就說英國是否真的這麼難捱 前熱狗立法會議員鄭松泰日前就玩踢爆 他就說已經接了兩宗由英國回流到香港的個案 還說自己幫到的就一定盡幫 無論如何選擇都好 最緊要就要齊齊整整 還教路叫人直接用快遞 叫人聯絡他 就明明是拯生意了 有不少連登的網民都嘲諷他 快了一點 這麼快就回來香港 幾個月前才說什麼Failwell Dinner 現在又說回來香港吃Welcome Dinner 也有些人夜餘 鄭松泰又做移民又做回流 真是體貼一條龍服務 早前有不少手持著BNO的黃絲 以為自己很幸運 每個都撲著去申請移民 但沒想到移民支出 原來比他們想像中更大 跟拍片在騙大家說移民的人 所說的數字完全不同 即是當你真的去做的時候 才發現衣食住行樣樣都是錢 結果有些去到英國找不到工作 租不到屋入不到學 一年都熬不到 於是就決定靜靜回流 有些網友都指出 有什麼這麼奇怪 我認識了一個人去年七到八月走 現在都已經回來了 還要是靜靜回來了 其實這些真的是完全是笑話 有些像電影情節 你幫我做完這件事之後 我送大飛送你去泰國 到時你天天跟美女陽光與海灘 什麼事都沒有 但發現幫阿公做完事去到泰國之後 原來天天睡著有塞的木板床 然後還要凌晨四五時便起床做勞動 結果幻想破滅 無論游泳也好 都想回到香港 起碼有分一張正常的床可以去睡 其實幻想破滅 由英國回到香港都不重要 不過這樣說 上屋半下屋都已經不見一羅谷了 現在還要說 英國香港兩地走的話 這裡起碼都不見四五羅谷了 接著還要被鄭松泰這些人 在上面濕腳 鄭松泰這些人真是不得了 其實對於那些有能力 可以回到香港拘捕的人來說 對於我們正常人 對於香港來說是一種不幸 但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幸運 因為有些人是說 他們可能25、26歲和我一樣 全身家只有兩、三萬 接著就說要去英國破斧沉舟 迫自己一定要在英國生存 覺得自己拿兩、三萬過去便沒有了 不給自己帶有多餘的錢 肯定自己沒有機會買機票回到香港 結果最後大多數都是破斧沉舟不成功 接著就每天在英國接受折磨 甚至乎流離浪蕩 在街上 甚至乎想去找一些在英國的手足幫忙 每個人都只想找他水魚 每個人都只想要他廉價的勞動力 但對於直接付錢他 真是想都不要想 甚至我聽過一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是真人真事 是一個30多歲就來40歲的公務員 每個月在氣位找41,000個月 找41,000個月固然多 在我眼中真的超級多 那個人找4萬元一個月 也覺得自己是天之嬌子 覺得自己生出來比其他人多倍 但他又很不喜歡政府 又覺得我自己在政府找到4萬元 我去到英國至少找5、6萬港幣也很正常 結果他帶著自己少少的職速 辭職便去到英國 但據我所知他是找不到工作 為甚麼呢 因為英國人都嫌他廢 一來英文麻麻 正常跟客戶溝通起來都有些問題 以及覺得他甚麼都不懂 可能是草意份文件、做些事 全部都不懂的 又說自己做那一行 結果這傢伙在英國連1萬元的港幣也賺不到 決定死死地氣回來香港 甚至乎因為他辭職 做不回公務員 現在在香港都是做1萬多元的民元就算了 這些新聞確實是笑死我 大哥 你在香港做公務員賺到4萬元便安分手幾 安安分分便算了 不要說去英國賺多少 你在香港不做公務員 也不要說可以賺到3萬甚至2萬 還說自己天之嬌子 去到英國可以賺得更多 不要搞笑 其實如果做公務員 而且你不是帶著甚麼專業資格 例如護士牌、建築師牌 這類的牌照入政府的話 去到英國真是死路一條 其實那些水人過去英國的人 又是一條很大的財路 我不停叫你去英國 給錢我幫你安排一切 最後你失敗了想回來 你便可以繼續找我 給錢我再幫你安排 這跟美國沒有America Dream 去騙人的東西是一樣的 每個人都跟你說 America Dream 大家去淘金 大家去發目 但是淘金路上 往往能夠發達的 不是那些在旅途掘金的人 而是那個負責去賣工具 那些運泥車給你的那個人 他才是完全不需要掘金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發達的這個人 所以大家無論做人做事都要小心些 千萬不要說 別人跟你說那裡怎樣怎樣 你給他一點錢就可以進去 有時候你要站在跟你介紹這件事 你要問一下自己 究竟他會不會在這件事當中有得益 他銷售我一個就有400元 如果他銷售到幾萬人 那他就400萬 那他便可以提早退休 無論你說黃也好 男也好 大家在這些陷阱上都可以想清楚 去到最後一宗新聞 一宗與政治無關 令人非而所思的新聞 在任教女校的一個男教師 居然上課公開看那些卡拉卡拉的視頻 還要大屏幕分享 還要不是一男一女 是四個人開心玩的 大家想想一下 對於中學生來說 是一個挺有震撼的衝擊 近日有網民在社交專頁發帖爆料 指秀茂萍女校梁式之書院 一名姓趙的男教師 在上課時公然咬咬咬咬咬 行為令學生嘩然 消息指攝氏的男教師已經離職 校方通告了家長 某位老師因為行為不當 所以自行請辭 那一間學校回覆傳媒查詢時說 這件事已經上報給教育局 涉事的教師已經離職 由於涉及私隱 所以校方不便再作回應 傳媒亦同意教育局查詢 但暫時未獲任何回覆 發帖者自稱是那間學校的學生 說那一名男教師 當時正在為中一學生授課 在密書期間用手機去看 但可能因為軟件設定問題 不知為何會彈到後面的大屏幕 而且他本人沒有回覆相關的畫面 令學生一路密書一路被迫要看五分鐘 由於這個男教師都知道自己 事情敗路、事態嚴重 會影響外界對於學校的印象 所以整間學校都要求學生 不要對外在網上討論這件事 不過最後只包不住火 因為有學生向自己家人 即是向家長投訴這個惡行 再加上校方對於處理這件事毫無誠意 例如去用某位老師 有些行為不當 所以自己離職 字眼十分忍悔 所以有些家長擔心 如果這間學校為了保住校遇 將所有東西大事化小 甚至小事化毛 可以令這位老師脫身 一旦這位老師找到新工作 繼續遺害教育界和陶獨學生 我自己覺得這些新聞 不該響人傳朵 究竟那個男教師叫做趙什麼呢? 不如爆了個朵 讓大家知道 好可怕的 你教女校都敢搞些什麼 所以說 做老師一定要考牌 一定要經過一些背景審查 除了是你的顏色審查之外 這裏也要經過審查 真的太過骯髒了 而且這些學校也很差 為了所謂的聲譽 就等於犧牲了學生 因為我自己以前都親身經歷過 因為我在港安醫院 因為當時是香港大學那邊 附屬學院和港安醫院合辦的 護士學校課程 所以我也見識到 港大那邊的處理手法 都相當黑暗 有時候為了聲譽 不要說什麼大事化小小事化毛 直接做些假文件也有 所以社會這些黑暗 四處四處都是 幸好這件事 就叫做有人在上網爆了出去 如果不是的話 就等於又是在沉默當中淡化了 可能到未來的九月新的學年開始的時候 趙聖的男教師 繼續隱性埋名 就轉到第二間學校那裡教 但其他人可能隨時對他的過去 就懵然不知完全不知道 如果將來自己的子女 隨時會被這些人教 想想都覺得可怕 完全不敢想像 所以除了下一代 未來一代的學生要教好之外 其實未來一代的老師都需要做好一個監管 因為真的相當之恐怖 相當之得人害怕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就在今集所說的內容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待會就在論盡香港的直播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